早晨,美股上星期五是繼續下跌,道指收市是收12369,上星期五,跌了73點,跌幅0.6%,納指跌穿了2800,最低的是2774,收2778,跌了35點,跌幅達到1.1%,而標普呢,就 也跌穿了1300點,收1295點,跌了9點,跌幅是0.8%,那整個星期來計算,美股就連跌了三個星期,上星期道指是跌了3.5%,標普跌超過4%,而納指跌接近5%,不過年頭到上星期五,美股都還有少少的升幅,道指年初以來都還升了1.5%, 而標普就升幅收窄到3%,而納指升6.7%,上星期影響美股下跌的主要都是擔心歐債危機方面的演變, 希臘6月17日會再進行選舉,市場仍然擔心到時選民選出來的政府是反對緊縮的,可能到時候就未必能夠再獲得歐盟,ECB,歐洲央行的援助貸款, 令到希臘6月17日會出現沒有秩序的違約,以及最終就脫離歐元,這個是市場仍然最擔心出現的情況, 不過股市永遠走在經濟前面,過去三個星期,你看美股和環球股市下跌,其實都已經開始預先反映, 所以希臘6月17日會有可能脫離歐元的不利因素,另外就是經濟數據方面,看到上星期五沒有什麼特別的經濟數據,主要就是星期四美國出的輝城聯合聯邦儲備銀行的製造業調查出差過預期, 令到市場擔心環球經濟和美國經濟的健康,還有就是星期五,Facebook,大家等了很久的Facebook IPO,就星期五上市, 最高曾經升過18%的股價,就是收市升了0.6%,升了2.3%,令市場覺得失望,以及關注過了第一天之後,Facebook的表現, 是否還能站在發行價上呢?如果跌穿38元發行價呢? 那對股市可能又會是一個負面的因素,那接下來呢,市場繼續關注歐洲的歐債危機的情況, 因為見到希臘,除了跟西班牙都見到,個別的銀行的存款呢? 那些存款呢?就大量是提取回那個存款,那就擔心銀行業不穩定, 那這個也都會增加了金融市場那個的憂慮的, 不過呢,可能事情是分兩面看,如果現在希臘的形勢, 或者西班牙的形勢再惡化,又可能會促使到那些歐洲的央行去做事, 就像去年30月那樣呢,採取一些量化寬鬆的措施, 來去維持那個金融市場的穩定, 那所以呢,可能如果歐洲央行和其他的各大央行, 是有些新的動作的話呢,那又可能會對市場起到一個穩定的作用的, 還有呢,就星期五呢,都看到比利時那邊有報章報道,就是說歐盟和歐洲委員會呢, 和這個ECB呢,都已經是在處理著應急的方案, 如果一旦希臘真的脫離歐元區的時候呢,那他們應該怎樣做呢? 那所以,如果你是已經籌劃了,即是計劃了一個應急方案, contingency plan的時候呢,那出來最壞的事情, 就算真的發生了呢,那都可能會有到時候的應變的資道, 那股市的反應又未必說看得那麼差的, 看回這個禮拜呢,市場焦點相信都還是會繼續在歐債危機方面呢, 那見到資金呢,可能繼續都會流向美元和美債到尋求這個避難所的, 所以見到上個禮拜五呢,美國十年期的國債那個資息呢, 就跌到下去,差不多歷史低位1.723厘, 但是呢,那個股市就很超賣的了, 不論是美股或者港股,那就看看有沒有一些利好因素呢, 可以觸發一個短期的技術性反彈, 這個禮拜,美國方面的經濟數據,公司業績都不是太多的, 那經濟數據那方面呢,我們見到這個禮拜呢, 就是禮拜二有二手房屋銷售, 禮拜三呢,就有新屋銷售, 以及NBA按揭貸款銀行協會的按揭貸款申請, 禮拜四有新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以及內容穩定單, 然後禮拜五呢,就是密歇根大學消費程序指數的, 最後的修訂的數據, 上個禮拜呢,就出得好的, 升到去77.8,是那個市場的預期, 那看看接下來的經濟數據會怎樣呢, 另外市場會關注的呢,就是HP, 衛普呢,在星期三出的季度業績, 那這個亦都對聯想方面, 對其他科技股呢,是會有一些的影響, 那市場預期呢,衛普第二財政季度呢, 每個營業收入是有299億美元, 每股營利呢,就是91美先的, 另外一個市場關注的事件,就是JP, Moran Chase, Moran Datum, 那他們那些交易虧損呢, 現在還好似一路是日日升, 最新的報道的話呢, 那個虧損呢,已經升到去50億美元, 那如果去到年底, 就會增加到50億美元, 那所以這個的因素呢, 也是會影響市場, 以及令到市場關注的, 那說回港股呢, 上個星期五呢, 就繼續下滑了, 恒指呢, 就最低見過18622, 收18952, 跌了249點, 跌幅是1.3%, 雖然說見到恒指呢, 就最多的時候呢, 曾經是跌過500幾點, 但是, 之後呢, 就出現一個, 都算做叫做強力的反彈, 因為都反映了市場呢, 短期呢, 已經超賣了, 所以見到在下, 上個星期五呢, 下午五試的時候呢, 恒指就由低位的, 18622那裏呢, 就反彈了, 最高曾經上分18985, 都反彈成300幾點, 由低位360幾點, 那收市呢, 就上分18952, 啊, 開始出現了一個, 的, 的, 那可能來到這個水平, 因為九天RSI, 都跌到去18, 19, 那些超賣的, 啊, 水平, 那可能接下來呢, 有回一個, 的, 那, 那, 至於今天我們看呢, 就, 如果反彈的話呢, 助力位會是199, 再上的助力位呢, 就是19150, 支持位是18800, 而下的支持位呢, 就是18720, 但是呢, 就外圍始終還是關注希臘那方面的, 除非有新的消息, 否則的話呢, 反彈可能呢, 很快又會遇到這個孤首的壓力, 通常因為還未見到過, 啊, 痕指來講呢, 就是超賣, 但是還未見到貝池, 所以呢, 暫時說呢, 反彈完可能呢, 都還會要再試18500, 的支持位的, 那, 股份方面呢, 我們建議是可以留意, 啊, 東方海外, 因為他們宣佈呢, 由6月15號起呢, 就上條北歐, 至到亞洲, 航線的運費, 20呎和40呎的貨櫃, 每個季的運費, 將會一律上條200美元, 今次是東方海外, 至4月以來呢, 第二次上條同一航線的運費, 那另外, 中海集運呢, 亦都是, 上星期呢, 是公佈呢, 會再上條運費, 那所以, 航運股, 超, 跌了這麼多之後呢, 亦都可能呢, 會出現一個, 啊, 反彈的, 和東方海外, 我們見到呢, 上個星期四, 和星期五呢, 那大市繼續是下市, 近期的低位呢, 他都沒有跌穿40元那個, 啊, 星期二的低位, 都守得住的, 那麼, 建議買入價是, 41.5, 那目標呢, 就看44.5, 支持位呢, 就是40元, 東方海外的股票代號是, 316, 但是, 以為大木, 也是40元, 唉, 只想, 飛來對小物理, 也許多, 就馬來向下你要, 就算了, 至今或者, 出現點了, 當地從哪,